原警拿着汽油对准加油孔 另一边车主忙着拿着竹筷 把房呆孔片压下去 让汽油更好道路 会将大费周章 全是因为驾驶的车没有油 直接停在快速道路上 副驾驶座还有妈妈正在哺育小孩 就怕停在快速道路会发生危险 原警抵达赶紧协助 这名罗星车主20号下午3点多 开车开到忘记加油 经过台68线快速道路往南辽方向时 想说还剩一点油 应该可以撑一段路再去加油 但没想到车辆越开越没力 慢慢往路边移动时就直接熄火 他一时之间不晓得该怎么办 只好打给110求助 原本想问问看 能不能请原警帮忙叫拖掉车 没想到对方直接问他想加哪一种油 没多久就把4公升的925000汽油送过来了 他车停在路边 应该就是熄火的状态 我们到场之后就是协助他把油加进去 然后那个指挥一下交通 然后让他顺利车子发动 罗星驾驶回想起 看到原警送油来的那刻 还是又惊又喜 直呼实在太贴心 除了给原警103元的油钱 原本还想多塞红包 表示谢意但被婉拒 毕竟如果上拖掉车 从故障地点算10公里内 还要花费1500元起跳 也会耽误原本行程 这回原警即刻救援 让车主既省钱又省下不少时间 TVBS新闻城市民 李鲁新竹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